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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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这些钱被人冻结了? 说着买房子的,怎么算好? 大湾区买房子最怕汇款的时候 资金被冻结,令血本无归? V家拥有合法汇款牌照 有什么问题? 100%由V家赔给你 全港18间分店 超过100位香港经纪 为大湾区置业的香港投资者 提供安全可靠的买卖楼与服务 由V家,就由我做V家 Hello,大家好 之前很多观众就跟我讲 中山到底哪个位置 城区里面会有豪宅的项目 今天带大家来看看 中山的传统豪宅最豪源 之前可能有观众有关注过这个楼盘 但后面很长一段时间就发现 这个楼盘好像没有人做推广 什么情况? 其实这个楼盘之前是真的很多人买的 而且都是本土人士 有钱人买在这边自住为主 后期发展商就慢慢变成了 不想再大量的对外推广 因为它是本土发展商 这个永儿发展商是完全本地的 它就不需要有很大量的资金压力 所以它目前就不会做很大面的一个推广 所以早期的时候 它卖到一段程度之后 它就不再对外进行推广 按目前中山本土人士的一个上门来进行销售 但是目前市场情况来了 发展商都急钱用了 所以正式对外大量进行推广 今天对大家来看这个楼盘 传统豪宅到底有几毫 这个豪宅项目来说 现在已经迷到最后一栋的一个流动单位 这一栋来说 我觉得这个位置真的非常漂亮 看山、看别墅、看湖景 你们觉得正不正呢? 很多观众就会问 城区到底在哪个位置?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最豪园 它的地理位置是真的非常之正 从楼盘的门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条路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博埃七路了 大家都知道 整个中山的一个交通枢纽的线路来的 这条线路可以说 是横穿了整个中山 所有最主要的商业配套的一个位置 从项目出发 去到这个阮阳商圈 讲的是两三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了 行路都是讲十分钟 你说商业配套是不是很齐全呢? 目前现在迷的这个豪山项目 还要是带了精装修 大家记住之前是买毛皮的 现在带豪装 到底有多豪 我们快点进去看看 我们快点点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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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主要卖的是这边的三期这个单位 这个三期呢 目前的这些流动 成了少了十栋的 那这个三到十栋就已经全部销售完毕 目前是已经卖完的状态 之前早期的时候就全部都是无批销售 包括一期二期和三期的这些流动全部都是无批 只有到这边的一二栋才正式改成了 但是正装收尽量出售 那之前的无批价是卖两万到两万二之间的 可以说是整个开发区里面的一个顶峰的一个价钱 但是为什么都是销售完毕呢 就是因为它真是深受到这边本土人士的一些中意 整个片区来说是很少可以找到 这么漂亮的一个景观面的一个楼盘来的 那目前的最小单位主要就集中在这边的二号楼 一号楼的话就只剩下少量的美货而已 那这边二号楼呢 都是目前刚刚五月份新加拖的房源来的 那现在呢 真是搞超级特价了 原价两万多的这个无批价钱 现在是说一万六七元的大正装收 大豪装的价钱 是不是很划算呢 目前来说我说性价比觉得是非常之高的 你想要是用同样的价钱买到 这样质素的单位是非常之大 那现在卖二号楼的单位来说 主要就是三个面积段的 111方 117方 和这个128方的单位 还有一个130方的单位呢 暂时就未正式推售的 那其他的这三个面积就全部正式推售了 那现在这个楼盘它除了我们说的 非常漂亮的景观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户型了 整个楼盘户型的实用率 是可以说接近8%的 去到97% 是不是非常之实用 117方的三房单位是做得非常之大 无论客厅还是房间 都是做得非常之实用的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推介给大家看一看 那有些观众就问了 那之前的话是买无Pay 现在带精装收卖 那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来进行出售的 其实呢 整个楼盘就是以无Pay的报件的 在政府那边呢 所有的单位就已经全部都是燃楼的了 你即时卖是可以即时办证 出证给到你 然后呢 无Pay交付是直至验收通过 那接下来就是装修了 所以所有的单位呢 当你买完之后呢 发展商将会承诺 在六个月之内签完合同的 帮你装修好这一套单位 装修标准 我们等一下都会上去上边看到的 所以整体的一个装修 都是非常之不错 而且呢 有一个特别之处 所有的交楼表上是统一的 然后如果说你中间有哪些位置 想要做少少的改动 都是没问题的 是可以和发展商进行一个协商的 那你觉得是不是很方便呢 OK啦 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快点上去看看 示范单位到底是怎样的 OK 那我们来看第一套示范单位 111方 那这个示范单位 都是目前楼盘在售中最小的面积 而且 都是在搞特价的单位 13888元 就可以在中山的市中山城区这边 买到一套豪宅项目 我们快点进来看看 这个楼盘的 这个明星的 户型到底是怎样的呢 那这个楼盘 这个111方来说的话 整体的户型 我觉得是传统户型来的 那入门那个就是客厅餐厅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111方 是不是觉得 我听的为什么这么大呢 因为怎样 这个楼盘的实用率是做得非常之高的 整个户型实用率是可以去到 97% 是不是不可以相信了 大家进来里面看看 这个楼盘的位置多大 110方的单位可以做到这么大的楼盘 这些面积就全部都是半镇属面积 那好事实的 为什么这一套单位目前在做特价呢 就是因为它目前这个单位的景观面 是望向这个方向的 那这个位置来说 望向这个方向是属于北向来的 那前面我们看到一个山体 这个山体目前是在做开发的 未来是会将这个山体做成一个公园山体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未来如一旦做了这个公园之后 景观面其实都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说看旁边这边 就看到部分的流动了 所以说有利有利 看回自己的选择了 那我们进入里面看看 这个户型内部的结构先 客厅餐厅我们看到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先看看这个楼房 我觉得整个户型 其实唯一一个比较小的位置 就是这个楼房了 这个楼房入门口的位置比较小的 然后进来之后呢 就是一个L型的一个楼房位 然后这边呢都带了一个生活露台的 是的 那这个户型 它为什么说又有其他赠送面积 就是进入门口这个位置 原来随房 它都是属于一个半赠送的面积 是不是很有趣 随房送一个面积给你 好正呢 好了那我们进去看看房间 111房呢 它是做了三房的一个户型来的 那三间房间我觉得说都是比较是正的 我们进来的第一间房 就是主人房了这个位置 这间主人房来说呢 其实就面积是非常不错 非常阔落的 大家没觉得说是这边也是 这个位置其实是有墙的 这个位置是墙来的 这边是另一间房的了 目前发展商只不过做了一个创意阳满间 将这个位置打通了 但如果说不要这幅墙的情况下 这个位置其实都是足够大的 这边完全可以放一张大床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已经放了衣柜的位置的了 然后这边是带到洗手间 那间收分离的 这些全部都已经配齐的了 然后我们进来这边 通过它这个便利的截道 进来这边的第二间房 这间房就是最小的一间房间 那目前来说的话 它是比较长一点 所以这些位置到时候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这边呢 可以放回衣柜或者书腿 都可以 如果不需要太大的房间 太多房间住人的话 那好像现在这样做回书房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那我们看回最后一间房了 最后一间房呢 都是一间儿堂房 其实房间是比较大的 这间房间 但是发展商就做了一个塔塔买 在这个位置 其实不需要的 完全在这边放回一张大床 那这边做回衣柜 都是绝对没问题的 这一套小的小房来说 我看出去都是完全看山景 其实真的非常之正 整个楼盘的户型呢 可以说是互互看到山景 景观面是非常之有保障的 那目前这一套一百一十一方的单位呢 是目前整个楼盘 做着特价的单位来的 总交易 都是这样 差不多百五万左右就可以入手的了 如果观众有兴趣 快点拨等我们下面的电话号码 和他们联络啦 OK 看完这一套一百一十一方之后呢 我们看得到手末大一点的 一百一十七方的单位 那那套单位 我是觉得说真的无敌景观啦 大家不要错过 快点看看先 好了 那我们来看这一套一百一十七方 那楼盘来说呢 可以说是单价比较高的一个单位来的 但是呢 入卖得最快的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你进来才知道 那我们进来看看先 那进来这个位置呢 都是属于一个半阵送位置来的 发展商真的很有趣 他进门口这些位置 全部都是属于一个羊腿的部件位置 所以那全部都是半阵送面积来的 所以那整个户型的实用率 才可以去到接近百分百的实用 这个真是很不错 那入门这个位置呢 它不是完全暗的 它这边是会带着个窗位 所以我进来这个位置很光硬的 那这边呢 就是随房位置了 随房做得比较大了 这一套一百一十七方的随房 就觉得是试正的 那进来入边呢 就是客厅餐厅 一百一十七方 八二方不到的户型 你觉得那厅厅是不是非常之大呢 我们看回前面的露台位置先 那我们刚才看了一百一十一方的露台 非常之大了 那为什么这边的露台这么小呢 原来呢 它发展商是做了少少的改建的 真正的露台位置是到这个位 然后呢 它就移了出去 把客厅的位置做大了 那到时候交流的时候呢 其实正常是到这个位置 是属于羊腿的一个建设的位置来的 但是呢 可以自己移的 这个位置是绝对没问题 提醒自己需求啦 那这个楼盘呢 其实它整体部件呢 是以毛批部件的 目前呢 就像刚才和大家说的 现在是属于一个装修期 如果说你买完之后呢 发展商是六个月之内 就会帮你完成整体的装修 中间呢 是会有一个装修标准给到你的 那如果说你中间位 有些地方是不喜欢 比如说 哎 我不喜欢这个磁砖哦 我想要换一下磁砖 行不行 可以的 你可以自己提供这个磁砖的 这个原材料 发展商可以帮你装了 那如果你说 哎 那我想直接看这个露台的位置 行不行 可以的 可以和发展商商谈 看看这一个位置 到底是怎样去设计 可能呢 有少少改动 和发展商之前一样不同位置 可能会补少一些钱 但我们现在详细 今天就要看你改动的位置 到底多多少 或者少多少啦 OK 那我们继续看这一套单位 一百一十七方 客厅餐厅非常识证 非常之大 这些户燕呢 其实都是最传统的户燕 基本上是没什么浪费的位置 进来之后都是做到三间房 第一间房这边就是一间最小的面积 这间小房来说其实都是正常标准床右 这边就放了一张书桌位置 到时候你如果不想放书桌放衣柜都可以 那这边就是公位 公位来说我觉得一个尺寸都可以的 可以进来进去看看 正常的淋浴间这些空间都已经非常不错了 然后再看看里面的第二间房 这边就是第二间房 第二间房就大很多了 整间房间来说完全放一张大床 然后这边放衣柜都没问题的 到时候它不是这么大的门口 其实这个位置是有墙的 正常一个门口这个位置进来而已 那这一个房间它的窗就真的非常漂亮的 前边的这个窗位可以看到 全部都是落地窗 所以它都可以看外面的景观面 是非常不错 最后就是主人房 我们先看看 这边的主人房 又是套刺 正常的一个大套位的一个房间 然后主人房都是做得非常之大 这边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标准的衣柜位置 可以看看 我大概这边二十 这个可以说到六十几标准的一个衣柜 所以衣柜位置有了 债床位置有了 这边又是完全的落地窗 看着外面的一线山景单位 完全前面是不会再有任何的高层出现的了 因为前面全部都是别墅 所以这个景观面是永久的景观 可以看着完全山景的景观面 可以说是非常之正 进来之后看到 是不是觉得 原来有这么漂亮的景 才是这么受欢迎的 所以现在目前市场上 其实真的不缺房源 但是缺的 就是这种景观上的房源 这种景观盘可以说是非常之稀缺 如果想要这种 完全不会 未来有任何影响的景观 可以说现在市面上 你是很难再找到的 那你买下来的这些景观面 未来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说这种景观面是目前是非常之稀缺 所以很多人宁愿说 哎 贵一点 但我觉得说买到这种稀缺性 我都愿意的 可以看到整个露台 望出去的景观面 就是像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主人房景观面的了 完全是没有任何遮挡 非常之美 而且说这种山景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了 所以我大家是不是觉得是很吸引呢 那目前呢 这一套117方的单位来说 都是它这边楼黄单位 可以看到的这个楼黄 跟我们现在实体楼就是这边2号楼的了 楼层呢 我们现在是在25楼的高度 但其实前面是完全没有任何高层单位的 所以说你就算买到10楼左右 都可以看到一样这么漂亮的景观 现在这套单位呢 整体总价呢 是说大概200万左右的 所以的话单价是17000多些 如果观众有没有对这个景观 是非常兴趣 快点跟我们进行联络了 OK 那我们看完了这两个户型之后呢 其实它还有两个户型的 一个呢就是128方户型 和这个是一个示范单位 是完全交流标准 刚才提了 全部交流标准 是会按发展商的交流标准 是超高高标来的 所有的吊顶的一个装衣空调 和所有的装衣装 全部都已经整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空镜 接下来看看我们整体空镜的情况 是最好的户型 是最好的户型 在这一篇期间中 是最好的户型 都已经创造了 在这一篇期间 一篇期间 是不是很容易 在这一篇期间 发展到 都已经在这一篇期间 不够的户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我们看完了这空镜的视频 最后这个视频就是这个交楼标准 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提过了 这个楼盘目前都是属于一个大装修的销售 但是它的布建其实是按无披布建 所有的装修就按照我们现在看到视频的装修标准 还是一个送装修 没错,之前楼盘前期一、二期的时候 全部无披出售 包括三期这边前边的两个楼 包括三号楼和四号楼 全部都是无披出售的 那现在无披,无披价钱 可以买到带正装的一个房源 是不是很划算呢? 而且我这一次的带装修 还要是真的豪装的一个装修标准 那我们可以看到视频里边的一个装修标准 里边的一个智能码筒 包括全屋的这个智能家居 这些全部都是这个交楼标准来的 那这些智能家居 未来你买的一个灯、电视、空调 包括外面的电动窗帘 这些位置全部都是连接在一起 你直至在手机的apps里面 就可以远程操控所有的家居家电 是不是很高端呢? OK,那我们看到了 目前这个楼盘 我们总结一下一点点的情况 现在是卖用最后这一栋二号楼 都是全新加推 五月份刚刚加推出来 这个位置都是全新的楼盘单位 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一种景观面 是不是很漂亮、很正 这一种景观 是目前整个中山市区里面 可以说是没办法再找到第二间的了 如果说观众朋友对这个楼盘 是非常有兴趣 就是喜欢这种有美景的楼盘 那真的不要错过 我再说一次真的不要错过 因为这种防御真的非常稀缺 错过了这一栋二栋之后 后期是不会再有新的楼盘 可以看到这么美景观的了 好了,如果观众朋友对我们这个楼盘兴趣 快点和我们进入联络 好了,我们下面就是我们的号码 我们天天出传 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 鸡 threat